我是超好看 歡迎來到TVBS校康戰情室 在我們現場的特別來賓 高嘉義委員 藍軒小姐 唐家農先生 王宏委員 劉許廷委員 李博弈議員 好 看美國 拜登出來了 到白宮去演講 十分鐘說卸任前半年 會馬不停蹄為國奔忙 因為共和黨說下台下台下台 我不下台 我還這麼半年 我下怎麼台 另外他公會演說 他說要拯救民主 勝過他個人的野心 或任何人的野心 要傳遞活距給下一代 我想清楚了 就是要把活距傳給下一代 另外他的太太 第一夫人呼籲要相信賀錦麗 佩洛西 歐巴馬 也都給拜登高度的肯定 說拜登做得不錯 過去四年做很好 川普他們現在沒好話了 川普就是他叫做狡猾的舊 川普一向叫他狡猾的舊 要不就是打磕睡的舊 Sleepy舊要不就是狡猾的舊 他說他那十分鐘演講 幾乎沒有辦法理解 爛到爆還講什麼 聽不懂了 狡猾的舊跟撒謊的賀錦麗 讓美國感到極大的尷尬 從來沒有這樣的時刻 一個總統是狡猾的 一個副總統是撒謊的 醫生說拜登可能有Parkinsons 所以哪裡看得出Parkinsons 有兩個地方 一個是眨眼次數越來越低 不眨眼 不眨眼睛 通常眼睛要眨眨眨 他不眨 第二 講話聲音越來越小聲 的確拜登講話聲音是小的 其實還有 走路慢了 然後身體勾搂 勾搂 有朋友得了 但是開始不知道 他走路比較慢 勾搂 就知道說好像不對 趕快檢查 另外所以家人如果看到 如果家人有差 趕快送去檢查 早一點檢查 一般都不容易承認 是因為民調說賀錦麗 僅追川普只輸3個百分點 原來拜登是輸6個百分點 說賀錦麗是3 因為每個機構不同 路透社賀錦麗就贏拜登2個百分點 事件一項座 是拜登是輸6個百分點 輸的 所以賀錦麗把拜登的支持者 大概都找回來了 然後也讓更多的獨立選民力挺 我們這樣看 拜登當時跟過去自己比值 爭取到92%支持者 8%原來支持拜登沒有支持他 賀錦麗現在拉回了95% 比92%多3% 但還剩下5% 另外呢 就原來表示這樣 他說不行 兩個沒個好東西的人 那現在有30% 願意支持賀錦麗 27%支持川普 我們看一下 終於向全世界交代退選原因 美國總統拜登坦言是經過深思熟慮後 認為時機到了 拜登在白宮橢圓辦公室發表演說 當下第一夫人吉兒拜登 兒子孫女一家人都在旁邊聽著 拜登不斷強調愛國保衛民主 絕口不提自己的年齡和健康疑慮 拜登演說 僅短短12分鐘 當下前美國總統川普 是在自己的私人飛機上收看 因為他這一天的行程 是道關鍵的北卡羅來納州造勢 川普在槍擊後一度收斂選舉語言 不針對拜登和賀錦麗 但是在換敗之後 看來又恢復以往的尖酸刻薄 幫賀錦麗取新綽號 但是分析師認為 川普已經沒辦法再擴大基本盤 你看拜登講要找new fresh younger 要新的 更新鮮的 然後更年輕的 意思就是賀錦麗 現在就把川普比下去了 小牛怎麼看 民主黨換將 當然是所謂的不得不為 因為在川普受到槍擊之後 基本上所有的新聞焦點 都圍繞在這件事情上面 對於民主黨的選情 本來就已經是雪上加霜了 加上拜登自己的身體狀況確實不好 不管他是什麼樣的病症 這個都外顯出來 變成宣傳的破口的時候 你不做換將 那恐怕影響的不是說 他沒有辦法順利連任 而是連民主黨最後國會 參議院的微弱多數 很有可能會因為 民主黨支持者徹底失望 缺席投票 讓他變成總統國會雙輸 這對民主黨來講 是沒有辦法接受的結局 所以換將第一件事情 是把新聞的焦點搶回來 你看本來大家都在討論槍擊案 當民主黨換將 因為這也是史上 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情 所以相對了講 媒體的報導平衡跟未來一些分析 他至少能夠拿回一定的話語權 第二個他當然要盡量的維護 民主黨的這個基本盤 因為你讓他不投票的時候 那就影響到國會 我剛剛有講 民主黨的基本盤 基本上就是相對年輕的人 相對意識形態比較偏左派的人 在乎社會福利等等 還有再來就是所謂的少數族裔 現在關鍵是說 現在看起來賀錦麗的身世是最好的 距離也是最近的 看他有沒有能力把這些人的 投票的熱情重新找回來 但我認為至少換將之後 至少可以維持 因為川普的個人的形象實在太鮮明 以至於只要有他在的選舉 很有可能會變成挺川反川的對決 民主黨先換人 把拜登的健康因素取消掉之後 至少可以先回到挺川跟反川的 基本格局 這還是有一搏的機會 如果民主黨換出來的將 賀錦麗後面的表現越來越亮眼 能夠把這些都吹出來的話 在最後的階段也未嘗不可一搏 所以我想這是一個合理的操作 其實我剛從美國回來 我到美國是先到加州LA 當天剛好川普發生槍擊事件 引起了滿大的新聞 我周遭其實很多朋友 大家都認為說川普贏定了 後來我又到了紐約 當時參加了民主黨的一個客廳會 那個客廳會大部分都是一些支持者 很重要的金主 裡面的聲音就是非常的憂慮 對於民主黨的選情 而且普遍 因為那時候拜登還沒有退選 但是都認為說拜登應該要 審慎考慮當時 所以後來在我回台灣那一天 拜登就宣布退選了 所以整個這個過程其實 變化非常快 但是在民主黨內部 當然大家也都希望說 能夠有新的氣象 所以賀錦麗出來之後 可以看到民調現在 開始跟川普可以說是不相上下之外 其實在美國內部過去 大家會認為說川普跟拜登 兩個其實就是 這是怎麼講 不相上下 要怎麼選呢 那現在賀錦麗跟川普的這個 對比就非常的鮮明 不管是年紀 不管是在各項的議題跟理念上 大家可以明顯的感受不同的區別 而且賀錦麗她除了是檢察官出身之外 過去她在宏都拉斯的總統就職點上 還跟賴清德副總統 當時有過一面之緣 那對於中國政策 其實當然也是延續拜登 那很多人說那到底誰對台灣有利 不管是川普或者是賀錦麗 誰對台灣好 我相信從過去大家所看到的 當然川普他對中政策是比較激進一點 可是有很多人認為說 川普如果再次連任之後 他可能會做出很多 是過去他沒有做過的事情 因為他現在已經不受控了 連大法官都已經被他擺脫了 所以對於川普來講 他可能會做出很多 大家所想像不到的瘋狂的事情 那對中會不會同樣延續的過去那種政策 這個其實是很多人打問號 但是賀錦麗呢 我相信他對於中國政策 會延續的拜登之外 對於台海和平也是同樣的 持續的是重視 所以我相信 在目前美國的這個情勢來看的話 賀錦麗其實是大有可為 而且他的副首人選 現在在討論的就是 這個賓州的夏普洛 還有這個 亞利桑那州的這個太空人凱莉 那亞利桑那州大家知道 台積電就是在亞利桑那州 所以如果是這個凱莉的話 其實這個搭配 大家會認為說 是非常強的一個組合 婚偉 今天講到他的副首 他副首大概都會去挑選 這些搖擺州的州長 因為這樣對他的選群 會比較加分 我覺得這一次的美國總統選舉 真的可以說是高潮迭起 而且事實上常常很有 出人意外的一些發展 我覺得拜登退選 在歷史上是有他的意義 因為在56年來 第一次有這樣的總統候選人 宣布退選 但是我覺得我蠻佩服的 就是這一次民主黨 拜登在宣布退選之後 非常快速的 就是找到他的一個指定接班人 那所以非常快速的 他就支持賀錦麗 那麼包含民主黨的這些黨代表 也非常快速的就表示支持賀錦麗 所以現在賀錦麗幾乎是沒有懸念 因為他已經遠遠的過半數的支持 即便等到他們的全代會線上的這樣投票 他應該都沒有什麼問題 而且過去可能有很多民主黨的大佬 並不喜歡賀錦麗 但這一次顯然為了要團結 能夠贏得勝雪打敗川普 所以現在大概除了歐巴馬之外 其他人也都公開表示賀錦麗 所以也有人講說 賀錦麗現在是要錢有錢 要人有人 包含拜登的團隊 可以完全的直接給他來用 可以說無縫接軌 我覺得這一點 在看美國這個政黨政治裡面 我覺得這一點 我個人是蠻佩服的 那接下來就是 那麼賀錦麗他到底有沒有能力 能夠打敗川普 剛才也講 比如CNN的最新的民調 他還落後三個百分點 可是在盧特社的民調 他就贏了兩個百分點 當然其實美國大選 不能此次去看民調 因為最重要的還是搖擺州 你的搖擺州你能夠贏 那才是最後真正的贏 這也就是說他未來 包含他的副手 也會去找這些搖擺州的 這些州長來當他的搭檔人選 那麼接下來我覺得 以川普的個性 因為賀錦麗比較特殊 第一個他是少數族群 第二個他是女性 可能很多人一定會 就是在面對這樣的一個對手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你的攻擊 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你不能隨便攻擊 大家就說你是攻擊女性 或者你就是 其實少數族群 你去攻擊少數族群 可是我覺得川普才不會理這些 他現在對於賀錦麗的攻擊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猛烈 那賀錦麗過去他的能力到底如何 因為作為一個副手很難看得出來 那他現在可能他最容易被攻擊的部分 就是當時他也沒有在負責什麼經濟的政策 他外交上也不是他在管的 他主要交給他的是主要是移民的政策 可這個部分事實上受到的批評跟爭議 是非常多的 那接下來川普陣營一定會強力的攻擊 那只是我覺得賀錦麗作為一個未來 也有可能創造美國歷史的 因為美國已經有一個黑人的總統 但是如果賀錦麗當選的話 她是第一個女性的美國總統 這也是在寫歷史 所以我覺得未來美國總統非常非常好看 當然就是說對台灣來說 那麼第一個 會不會敗歸賀錦麗 我覺得不一定 我真的覺得不一定 但是你說他會做出非常非常大的 一個就是改變 對台的政策 我覺得也不大容易 可是基本上接下來我們還是去看 最後川普跟賀錦麗到底入死誰手 好吧 川普現在每天在罵賀錦麗 到底怎麼罵 但是我沒關係 請教導的 我多虔 自己也不和蔡 不和蔡 我還是有什麼 我們先去看 所以 我們先去看